好 各位同仁 請就座 列席單位 列席報告台 我們現在要開第八次的會議 請秘事長先讀第七次的會議議事錄 宜蘭先議會第十八次第三次大會 第七次會議議事錄 實踐中華民國105年5月9日上午9時 地點本會議事廳 書寫議員 黃定留議員等34人 內協議員 憲政務財政處長林佳陽 地方稅務局長李莉莉等科事主管23人 本會民主長陳茂莉等5人 來賓各報及各廣播電台記者 主席陳議長文昌90期至10時45分 林副議長期三10時45分至11時58分子 記錄陳鴻毛主席先告考驗報告事項 1 主席報告簽到議員以達法定人數 2 民主長先讀第六次會議議事錄 執行事項 財政處主席處地方稅務局A5執行 其達戶執行議員 楊正成議員 張明華議員 吳侯寶議員 尤翔德議員 劉天吳議員 林錫民議員 黃定留議員 張秋明議員 黃素晴議員 邱嘉靖議員 沈德茂議員 張建榮議員 黃世超議員 楊淑穆議員等 其他事項 財政處主席處地方稅務局A5執行議員 五十八分 以上 各位同仁 議事錄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的話 我們就準一倍查 那我們下午繼續進行 地方稅務局 以及主席處財政處的這個 執行 其實我們邀請 林業賢議員 執行 主席 我這時間 跟陳福市議員 當座 合作為可以嗎 好 感謝 主席 各位局處長 我們各位同仁 大家好 我想說 手這個議案官募前 這個財政 我想請教我們的處長 我們的財政處 我們林處長 甚至他麻煩你簡單把我們說明 三分鐘的時間 一百零二年到達後三年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年 這三年 我們議員官官政府 所有的 不管是處理財產收入 還是處理這個土地收入 還是說 都市重劃 有分到一些土地還來出售 還是說都市重劃區域 都市重劃土地標售問題 只要是優管管庫的收入的部分 好 你請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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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零四年是一億 現在目前的腳庫數大概是這樣子 那因為這個其他 因為還有一些 我們這個賣土地的部分 就是我們有去標售一些 我們自己的那個非公用土地的部分 比較細 那是不是容我會後 再會整給這個議員做這個參考 我想請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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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這個做一個通盤的那個計畫 有嗎 有 我們每年要含小行多少 啊 每年要含小行多少 有 這向議員報告 我們這個有報財政部去核定 一年要 現在按1505年開始 一年要含四了 那之前我們已經 從100年還到現在 還了24億 這樣我剛才想到一件事 1002年或1003年的時候 我們處理歐洲行那裡好像14億 那14億的那個部分 14億的部分 有部分 過關也沒有 還是拿去判 難題嘛是不是 議員說者是不是難題 歐洲行那14億的收入 那他是這樣子 都是繳到憲庫裡面去 繳到憲庫裡面去 當然我們會把 就是要整個統籌分配以後 我們有一部分拿去還債 一部分拿去 大概就是說放在憲庫裡面 這樣好 那是103年吧 是不是 102吧 應該是1002年 對 好那 這樣 本書要麻煩你 拿這個資料 就是說 在我們1002年 1003、1004年 我剛才跟你說過 這三年 所有 我們離任關係的 收入 還有還債的情形 譬如說 我們剛才一年有 和8.5 1002年和8.5 1003年5億 1004年1億 我希望 你把所有 我們的環境的 環境 如果有什麼收拾 我們用多少 你做一個 補表給多少 在管理中 這時候 你給我 好嗎 你給我給我 可以嗎 可以 好你請坐 李主持人 我想你應該也知道我 要問什麼問題 但是這個問題 我是要了解說 我們 最近 農舍這個 区水這個問題 我相信你應該也 在那裡 我沒聽到 應該也是有本地責任 你問 大家都非常關心的責任 但是呢 我們是從今年開始 14月 這個徵稅 所以 很多人 第一價錢 四月份 四月份 四月份就收到了 還是當時收到 你站在一起 還是五月 蛤 你起來答覆一下 主持人 各位議員 那 這四月收的下旬 二十幾號 收的是房屋稅 地價稅是 十一月開增 到十月下旬才會收到 好 這樣就是 將對農舍就是 古年十一月份 開始徵收是不是 農舍 農舍 農舍加稅的部分 是從 104年7月1號 開始算到 今年的 6月30 房屋稅 它的 開增的期間 它的 徵收期間 是十二個月 是這樣算的 為什麼 這個報分就是 為什麼 過年七月 你會發十四個實施 這樣 都沒有一些反送期 這是你有經過館長 還是說 因為我們館長 沒有錢 要發去就去 還是做一個 通盤檢討會 沒有 這個是內部有報告 有一個 一定的程序 三長報告 完了以後 然後還有 我們在這個 不動產平價委員會 之前 我們也有公告 那 也有做草案預告 然後 預告好的 六月 那時候開完了以後 我們也是有 有發佈媒體 那個 公告 整個媒體 我們都有發佈 然後有加強 那請問一下 好 如果 像你孫子 這樣 去年七月開始 這樣 然後 增加了 所有這些 為貴的農舍 或是說 他增進的部分 我們給他 一些稅來講 他這 一年裡面 貴鐵人議員 過年稅稅 最高 在 那個 房屋稅加價的部分 總共加起來 大概 我們預估 預估 縣庫 總共 四千七百萬 然後縣庫分四成 大概一千八百萬左右 可是我們 這一個措施 主要目的不是在 稅收 主要目的是要促使 那個 有違規的 能夠趕快改 只要促進農舍 使用的公平正義 應該是這樣說 因為我們這個 補傳是都在下 但是 你有想到 你這樣實施下去 後 所有的農地 這個土地的價格 都一落千丈 你有想到這個 好過嗎 有沒有想到這個好過 或許 這是 一些做辦理事的朋友 或是家裡有農地的朋友 跟我說 不是很客觀的一方面 但是我想要請教 你的感想 是 為什麼你要 想要實施這個措施 你怎麼想給我 隨便一下 本來實施這個措施 那 本來你農地 就應該是農用 那我們原來是講說 你農地都把它當成 建地在用 所以我們那時候是 研究結果是說 那地價稅應該要比照建地 來課 所以這個有在研究 那另外一方面 你比照建地的話 可能那個 那個促使它改善的 可能那個 那個動力還不夠 所以我們在說 房屋稅再加價 說超限利用 大部分 像我們現在 農舍加價 大部分 一半以上都是外線式的 那這個部分 它違規農舍 我們一倍 兩倍三倍 這樣加的話 它會促使它改善 那目前的 大概有十一件改善 也有一萬 差不多一萬多平方公尺 有在改善中 所以這一個其實 所謂的改善是 它之前用的 拆掉是怎樣 它有些它有改善 後面真的沒有 它就不要 不要圍那麼大 它甚至圍牆拆掉 那現在你會覺得說 龍舍加價有些部分的 它部分收到稅單說 加那麼多 會加那麼多的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它有違建 那違建的話 以我們查到的當時 假如說104年查到的話 它7月1號以後查到它單價高 你假如是104年6月30到101年的7月 這個也是單價也會高 只是我們後來有單價調到20% 其實101年7月1號以前的 其實單價都很低 那你只要不違建的話 其實你違規 其實那個稅收都不多 以上說明 主持人 好啦好啦 麻煩你 把這份資料做一份給我 好不好 就是剛剛跟你說 講對說 我們這個議案官 由你開始增加這個地價稅有沒有 徵收農舍於違規使用費用 這個有沒有 跟目前的收費差不多多少 然後我知道你客稅的方式 客稅的方式是怎麼客 違規方就是 一千萬萬一倍兩倍 以倍數來增加 本來就是 不真同意也不真贊成 但是你說如果這些錢 雖然是杯水車薪 但是主要如果能真的 像你說這樣 為了農先生的公平正義 我是沒有話說 但是我想要了解說 到底你叫這些水 這個意義有沒有達到 有沒有真真真正 意圖這個農舍 還是說他的違規風潮 我想要了解 或是說包括你取締 你這個水 給他發落後 人改善的 有幾間 你麻煩你幫我做一個簡單的 回覆給我 在館長總之順之中 林處長 還有一件事要請教一下 剛才我告訴你 我們稅收的問題 或是財產的問題 甚至你有跟我們 議員官政府所有的局處 或是包括公里處 甚至使用者付費 包括議員官有一些很漂亮的風景區 是不是可以著收一些清潔費用的 或是停車費用 這你有怎麼可以討論過 主席 感謝議員提問 就這一部分 我們財政處 本身已經有組成一個會議 把公里處 不但是只有公里處 公里處還有很多風景區 文化部有一些場館 然後教育處也有一些場館 還有一些農業處 他有一個像這個人山植物園 這些我們通通都把它會集起來 開過會 然後檢討他們 就是說現在目前有沒有一些 收費的一些評估 然後可行性 然後先從這個收清潔費付費開始 然後後面以後 就要收門票 或者是增加一些收益 公金我們有開過會 然後並列到我們的財政 建權小組裡面去討論 對啊 這是 有建議使用者付費來講 但是你也不可能會被人求 尤其是對我們議員官官民 我們如果說門票收費 真正是要說優惠 不能等同於說外縣市這樣收費 是是我們不是這樣子 就是說比如說人家收20 我們可能就收10塊 這樣子 就大概用這種方式去差別價格 OK好謝謝 陳豪市議員 陳豪市議員 首席 國籍處首長 國長 各位議員同仁 大家 午安大家好 那個 稅務局局長 局長 局長我請教 你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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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工作報告裡面 你的稅務局 頭一家這個 這個票 1004年 10月7月 到1005年 3月30日 這個稅收入 實現數 你做這個票 我感覺怪怪 這個年度的預算 你這個 你這個 中間的實現數 但是你跨年度的預算 這樣 感覺我感覺這樣好像怪怪的 這有什麼意義 你解釋一下 好 來主席 各位議員 那黃議員所指教的這個 工作報告裡面的數字 這個是我們計畫處 它會半年請我們提供的 它的那個 那個 起期跟截止日 這個部分是 這個 這個定期會是提供 去年10月到今年3月 那下個會期的話 就4月 到那個9月 是這樣的 我是覺得說 這樣 它這個跟年度的預算好像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關係 即使你工作報告而已 應該是這樣子 但是裡面的房屋稅 我就覺得 房屋稅這個部分 你現在不就說 我因為我再留坐在這裡 我看龍舍的部分 房屋稅 我們的館長有差不多 稅 我們的縣庫 差不多 多差不多一千八百萬 那如果按照你這樣的話 非房舍 非龍舍的部分 啊 我們 多增收 多收進來的房屋稅有多少 非龍舍的部分 房屋稅有多少 所以說 古年 對 跟龍舍 比起來 今年喔 今年房屋稅 所以我們就出來了 非龍舍的部分 這是多少 那個房屋稅 房屋稅喔 對 非龍舍的部分 那龍舍我們就差不多 我們縣庫 差不多 統統我們八塊 不要說 那個直接注入就 四十趴嘛 差不多一千八百萬 對不對 那非龍舍的部分 那非龍舍的部分 非龍舍的部分 絕對有一些違章建築啦 這些都增加的一些房屋稅 加多少 有加 有加嗎 這可能喔 要 有用反推的啦 那大概 大概 我們增加全部的稅收 以這一次一百零五年度開增的稅單裡面算喔 那原來我們預算數 估的四億一千一百多萬 那這一次有四千 有四億六千八 大概增加了四千八 四千三左右 那你假如說扣掉一千八 那大概兩千五左右吧 差不多在我們普通版國 普通版國非龍舍的部分 差不多 都增收了兩千五百萬 差不多兩千五百萬 三千三千三千五左右 四千三 那就是兩千 喔 兩千五嘛 所以說 在一百零五年 我們在圍規的房屋裡面 就加收兩千五百萬 五千 對不起 五千七才對 五千七才對 五千七 五千七 那就是三千九 五千七減掉一千八 三千九嘛 大概是因為地端率差別稅率 還有一個是單價的 直接移轉的 假如把這個農舍加加這個 簡單的這樣算的話 概算就是 差不多多三千九嘛 多三千九嘛 好 這部分當然你農舍 可以徵收這些房屋稅 大家都有意見 尤其我們行政單位 直接就通過什麼什麼房屋 調整什麼委員會 然後你們就加下去 沒有透過議會 而且沒有 議宣跟議會 這個報告 之後你們就跟他們增加 但是我覺得 我們議員什麼東西 都不怕你頭一步 都要比別的縣市 來提前一步 執行我們的做法 但是我覺得說 你在農舍這部 當然 這個公民真理 我有時候想想 我也不敢一大跟你們反對 但是你們有想法 你們什麼東西都要 再 要當一個領頭羊 但是 真的議員人去的 你有思考 真的議員人去的 來講 你不要 不要用這個稅率 加 加增 有可能嗎 真正議員人 你說我就是議員人 我就在我們這裡 去一間農舍 我本地我就議員人了 你這個方法 你有想過說 真的議員人 我就在議員去家 我不是說 外面的 台北市人 我就很幸運 我就在買一間房子 我來這裡 買一間農地 我來蓋一間很豪華的農舍 來住 你給他確診 有時候 他們心甘情願說 沒關係 但是我就 土生土長在這裡 我來蓋一間比較好事 也不算豪華 住了比較舒適 你們就 來跟他們確診 大家都 為了這件事 但是喔 是我們議員人 本身就對你們 很不滿 不是說外地人 你們認為這個 看法 你們做得夠 我就議員人 我的新聞人 也議開頭 土生土長 只是說我 我就一四人都在議員 我就去一間農舍 你們就不來給我 確診防護稅 他再加一倍 兩倍 你加 不是說一聲兩聲 教長你看 你看看 我講法 你的人容什麼樣 在我們的資料裡面 大概 我們也有這樣研究過 大概一半是台北 我們看那個身分證 G開頭的 G開頭的跟 不是G開頭的 大概各半 大約數各半 那假如我們針對台北外縣市的課 那對 不課 然後對我們宜蘭縣的不課 可能 會導致說 你借宜蘭縣的名字 然後越蓋越多 那個要改善那個農地農用 可能那個力道可能會稍微會減 沒有啦 你這樣說也不是一個好辦法 當然你講起來好像是 我們課增 融色的稅務 並不是為了 譽助我們憲庫 這是第一點 為了公平正義 這是第一點 但是我的看法是這樣 你這樣打擊 我們本地 在議案做 為了為了為了我們議案的土地的人 你說 一些樓給你送 做慘 他現在農地一平 說我拜託 我孩子欠錢 我像這塊土地 我沒那麼改 現在也賣賣出來 賣賣出來 對 人家賣賣 我一間房子 我沒賣賣 我發賣就賣賣 農地 現在賣賣出來 連交易 交易人等於 差不多幾乎接近零 所以賣賣出來 你說 我一個農地 在這裡 我孩子有事情 沒用到 也賣賣出來 我一世人 顧著說 我用我們來做慘 你看這樣怎麼會公平 教授員你看這樣怎麼會公平 這個有時候看法是 不一定會相同的 那有些是 你假如說農地農用的話 那有些人家真正要做農用的 這就是他剛才你說的 所謂的公平爭議這個問題 他假如真正的 其實真正要找一塊地 要農用的 你不想是 不是要違規的這種情形 其實也有人是要買這種的 也是有這種需求的 不是通通都沒有 沒有啦 現在的交易量就是 沒人會有 이런需求 都沒有人會 你農 農宿後像我們古 buyer demás 你打不 現在打不 農地買不出 老地打不 San Problem 我是tinela чуть要什麼樣的 阿 如果他們去買 譬如說500平一平三萬 千五萬 因為剛才議員說的問題 懷舍要拜過五年 或是後製人的館長 之後再開放下去都什麼 他們有可能逢低收購了嗎 一平五萬來收 你現在有可能嗎 你認爲呢 其實這個以後也很難講啦 其實是物以稀為貴啦 以我立場假如說 你農地假如說真的是那麼難得 有這個農地可以農用的地 你假如說真的 你不違規的情況下 你假如說一般我們現在會高的話 都是財團 然後建商 然後鈣 然後造成原來不應該是那麼高的 他這條那麼高 你現在就表示農地太多 不需要這麼高 農地太多來說這麼高 你就開放了去房子嘛 怎麼會快呢 現在越來越少了 可能 怎麼會越來越少了 以後越貴也不一定啦 總統你知道我們現在 租財已經增進了嗎 已經 已經室內的種植 已經現在一直在發展啦 所以後來根本就不用農地在政財了啦 現在現在這個政財的問題是公過於求啦 所以我剛才跟你說的問題就是 是不是真的符合這個公平正義 值得商榷 你如果說你這個政策 在我們人管長資金好了 譬如說你管長做兩年多的局長 後來換新的管長反省 讓你去退休 含餘浪水也有可能 然後這個政策或許它又改變 又開放 現在這個農地 本來是幾千多萬的東西 叫人家在財團 人家有錢啊 你放5年10年了 沒關係5、6年了 沒關係 用錢你去買啊 你5百萬了 你買 要拜過3、5年 變成5萬人也會好 我是怕會造成這個情形 這樣而已啦 所以喔 所以局長你這樣 你這個地方把它切下去 我告訴你 民進黨不一定永遠執政啦 還要說有人執政喔 你又是變成民進黨的罪人啦 來 財政處處長 我說一下啦 財政處長 你我請教一下 今天你災害準備金這個問題 你現在已經 已經這個 你說這個 已經花爆出去了 已經疫外嘛 花爆出 災害準備金這個問題 疫外嘛 但是我覺得你這個 會牽涉到 我上面那個 建設處的人 正在說交通的問題 那個 喧量車這個問題啦 我一直感覺到齁 你們跟這個交通科 因為 違規營業這個車輛的問題 你們有沒有去注意啊 我跟我們說就是說 營業車輛跟一般自用車輛的稅率 排造稅率齁 應該要給我們拉進啦 我感覺像我們 現在在發報 發報這個 這個 開口企業這個 吊車的問題 我看我們的車輛也很多 用到自用牌的車輛啊 這是違規啦 你知道嗎 所以我 在上面 建設處交通科的人 我就說齁 你 我們營業車輛 你這陣子已經齁 牌照稅跟自用車輛的牌照稅 是不一樣的 它是不同等級 同樣車輛是不同等級的 徵收 課稅辦法 是不免費的 所以 對自用車輛來說齁 你們應該禁止使用啦 因為齁 我很多營業車輛的人齁 一直在反應這個 應該 照理講啊 大家不怕是公平正義啦 用到營業車輛跟自用車輛 你的稅率應該要相同的稅率啦 因為我最近有看到你們 開口企業已經飆出去齁 有很多車都好像要模擬 模擬那個 救災的狀況 很多自用車輛 我給你拿錢這樣啦 時間也不夠 我 齁 你應該稍微注意一下 別讓自用車跟我們動作營業車輛 使用了 營業車才來這樣麻麻糬齁 好了 議長 借我一分鐘齁 那個 請主計處 主計處把他 請那個議會把他列入紀錄齁 主計處要送資料齁 第一個資料是那個 北京社區35萬修喪工程齁 那縣政府沒有庫 那上個禮拜是邵志祺處長說 是事工所護的 cracking 請把茶河的資料齁 在縣政總執行之前 送給本席還有陳隆席議員 那第二個資料是 padding 陸山果籠發展協會 補注53萬1千塊喔 那把茶河的結果 茶河兩個 第一個 茶河為什麼會超過三十萬 那第二個 茶河 這個GG它的用途是什麼 這個也是在憲政總司令之前 送給本席還有陳榮喜議員 謝謝 好 列日紀錄 我也覺得很納悶 主席 市長 市長 請問 今年的運用就是說 在那個資本門還有 小型的修繕工程 那還有 那個邪情名利的邪情裝備 那還有 非屬活動的非消耗品 這三個 這四個部分的話是可以使用的 那總共是多少錢 總共是多少錢 我們在二倍晉劃分了三千四百萬 對啊 我每個議員是兩百萬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 大家說白了 沒關係啦 那不是台灣六個了 現在是說 我資本門 結果你資本門說 已經滿了 超過一百萬 他就不資 就不可以用了 我覺得你也是多頭馬車 你說要用資本門 不能用到警察們 結果現在資本門用到爆 一百萬 你說這樣就不可以了 那時候還要用兩百萬 你請坐 你們查好清楚 在整個議員的那時候 審查預算當中 既然我們同有規定 你主機制服說 要用到資本門方面 二倍晉的方面 要是說你們違反規定 違反自己的規定 你們用在警察門這一方面 我希望你們也提出檢討 好 在這個憲政總執行的時候 隆重多少 到目前為止 一百零二年到一百零三 一百零三 一百零三就好了 一零三 一零四 到今年度 你們動用的 在 縣府動用的 金長門哪個部分 是不是在憲政總執行的時候 對 本省 主席列入紀錄 好 我覺得不可以這樣 欲你沒錢 要不然 大家共同使用就不要 就用資本門就用資本門 你不要拿去做你們 警察門的開銷 我覺得這樣不妥當 再來就是用財政處 財政處現在整個 我們應收衛收款的總會有多少 等你一百零三年度 到一百 現在一百零四年度 一百零四年度 一百零四年度 應收衛收款 農政會有多少 那打銷的農政會有多少 處長你知道嗎 包議我只知道財政處的這一部分 對財政處就好了 財政處 我們大部分都是屬於這個 如果到目前為止 一百零四年度為止 就是應用的稅部分 大概差不多四千多萬沒有收 四千多萬 沒關係 哪個項目 收的回來收不回來 以前打銷 已經沒有辦法去收 歷年來 沒有辦法打銷 都會有多少 像在憲政總司行的時候 詳細資料給本市 是 我覺得 以前的 到現在也收的 沒收的 沒收的 你詳細的行情 很不便宜 是 齁 那個 稅先處 大家在說 農地使用 這個 農地違規使用的時候 齁 現在你們最多到最少的 你們發 到底有多少 你有統計資料嗎 有沒有 你有一千百元嗎 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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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百萬 兩千百萬 要發幾幾百 幾百 幾百 三百 你有沒有詳細的資料 現在應該 你們應該會有出來 好 警察 你好 報告 那個 陳議員 那現在 我們這一次 房屋稅加價 最 課最少的是 兩千五百三十三塊 那 扣最多的是 一百三十四萬九千多 那 這裡面的 像加價 加價有到 三倍的部分 有86件 然後兩倍的有三百九十二件 那一倍 一倍的部分 有一千四百六十九件 好 沒關係 你把詳細的 情形 最高可以發到多少 最多 你們現在目前 三倍啊 三倍而已 多少 三倍的部分 我們有86件 86件 最高的金額多少 金額是 一百 一百三十四萬多 一百三十四萬多 他是連本稅加進去 只要 去掉本稅的 那就等於再除一四就對了 除一四要減掉 四分之一 我也不知道 那就是原來的 原來的 原來的然後再加三倍 就等於乘以四 原來稅金 又乘以四倍了 對 他原來的稅金是怎樣 他農地為什麼會罰到那麼多 他違規超過太大 而且這個案子是因為他違建太多 你假如違建太多 他的單價的適用就越高 你假如是以前年度的違建的話 101年7月1號以前的 他那個單價比較低 所以你假如乘上倍數其實不多 好沒關係 你把詳細的內容 做一個詳細的分析表 對於整個農地農用 我覺得你們要去用 我覺得 剛才你們的憲政調查表 對於農地農用 你覺得滿意度 大部分的普遍都很高 那我覺得 雖然說 外來你們的這個資訊不平等 依照我們宜蘭縣 在整個民宿的時候 那時候說 來宜蘭縣 我記得三年前 四年前 你們管長去跟人家邀請來 說 來宜蘭去農舍 特色民宿要怎麼樣 有沒有 處長 你們還記得這段情形嗎 我在報紙 在電視上 第四台都看得清清楚楚 以前你們都 大力的邀請人家來這裡去農舍 結果那是你們管長去插農舍 插農舍插到他們 插到差不多的時候 你們管長去說 喔 沒殺你 我來收你農民 收你農舍插的 我說我們宜蘭縣 你們認同的算成這樣 算成這樣 現在農地沒有價錢 要賣 也沒有人要賣 像那個黃建柳議員 你剛才說的 壯圍地區 有很多農民流農 人家 竟然生很多 現在回來想要去家 什麼 他也沒辦法在那 他的農地怎麼要去使用 人家手大 數大分支 結果呢 現在 也沒辦法去蓋農舍 這整個情何以堪 再來 再來 你們宜蘭官 也是一個詐騙集團 你們縣政府也會詐騙集團 財政處長 財政處長 現在我們 在農地飆售出棄以後 有沒有被告的 有沒有 我們有沒有 我們還有我們管政府 有沒有 你們知道有什麼事情嗎 這邊到 我這邊沒有這個資訊 沒有資訊 沒有這個資訊 區塊處呢 處境處呢 有喔 欸 那我聽說是這樣啊 在我們原山啊 那時候畫餘地的飆售情形啊 我們整個這兩分半 所以來飆售 化餘地去佔外面的人 來說 這禮拜他蓋農舍 兩年以後他蓋農舍 結果 人家佔去 以最高的價錢 標去 現在說都不可以蓋農舍 欸 那不是騙人的 沒什麼 有沒有這種情形 有喔沒有 有人提告喔 現在目前沒有拿到這個資訊 你們都沒有喔 對 你們地震室你們問一下 好 蛤 我們自己再問一下 好 我聽說有喔 你們都不敢公開喔 造成很多人不滿啦 那不是詐騙集團也是誰啊 再來 在這七年林聰賢主政當中 你們三個處 你們認為你們改革最積極的 還是說你們覺得你們做得最好是誰啊 財政處長 你咧 你的回答是怎麼樣 你覺得 你這幾年當中 你覺得你們財政處有什麼去改革的啦 還是什麼 你認為最滿意 在哪裡 在哪一方面 你有話嗎 感謝議員提問 我想 縣長在 警守財政紀律這部分 有沒有 針對你們財政處得好 沒關係 有沒有啦 你認為最滿意啊 在開園結論部分 縣長確實給我們很多的一個指導 然後也給我們很多的方向 然後我們也透過一些會議 現在目前都在整頓當中 我覺得在開園這一部分是做得滿完整的 好 沒關係啦 你的開園 你認為在開園是哪一方面的開園 三位啊 總共對宜蘭縣的貢獻有多少 你拿到本省 在會合的時候 主席處呢 請坐 巴國陳議員 其實在那個支出的方面 宜蘭縣其實有點是僵化 那它是人事費啊 確實比較高 那那個縣長已經有指示說 針對說宜蘭縣的那個人事費啊 要積極的去把它看可不可以壓掉 這是第一方面 那另外的話 另外的話 大概就是說 一些比較算小錢 那小錢的話 比如說像我們一級之館 好 沒關係 你要詳細你的情形怎麼樣 你覺得你做得真好 還是哪個不足的部分 好不好 在宜蘭縣總實行的時候 好不容易 你說人事支出 我覺得人事支出 你就動用第二億變形去包裝一個衛生局 衛生局裡面的兩個什麼 什麼 什麼防治什麼 我覺得人量太多 你就說浮爛太浮爛了 你要更加的浮爛 配合辦理嘛 是不是這樣 這點你要寫下去 好跟不好的地方 請坐 雖然處 你的部分 你最滿意 還最不滿意的 這七年中間 因為你要稅制改革嘛 那些財務稍微 還要來土地徵收這個 那這幾年來其實在那個 公告地價跟公告限制的那個 有依照內政部的要求 公告限制達到市價的九成 那導致我們土徵稅會有增加 那至於公告地價的部分 也是依照中央的規定 好 沒關係啦 我沒要聽聽你這麼多 再講整個 就是說宜蘭縣都第一 稅制第一 什麼都第一 人家說你林聰賢都拿第一 收理農民也第一 沒關係啦 你覺得你要做你的政經 就是林聰賢在這七年當中 你認為稅制改革 他到你的改革得最好 第一在憲政子 就是說 針對你們稅務局 財政處 主計處 你們三家 你們三家的 三家 最好跟最壞 你們覺得你改善得蠻多的 現在你們很滿意 第一 憲政總執行的時候 題有本書 是不是列入紀錄 好 列入紀錄 再來 我們整個宜蘭縣的觀光產業 我們說 整個稅收 宜蘭縣發展公共 之後 整層的觀光收益 到底我們是多少 你們去統計嗎 真的有收到那麼多嗎 觀光產口提高了 結果我們的觀光收益 我們宜蘭縣到底是多少 財政處 或是稅建處 對這個資料的分析 這個稅收 是我們管政務 有多少的產值 到底有多少 好不好 103年到104年 就是這幾年的中間 真正產值多少 是納入我們的稅收 是不是分析比例 到底有什麼概念 再來財政處 對於憲政2.0 你們憲政2.0 你們憲政2.0 這個項目的分析 只要你說他的財政 到底有什麼項目 財政 好 謝謝 好 烈日紀錄 林烈賢議員 跟陳宏喜議員 的質詢 我看 你剛才問 上得意的稅間處 稅務局 應該是這個 三倍四倍 最得意 人家要求多少錢 改革稅制 加收多少錢 好 繼續我們請 陳俊宇議員 謝謝 感謝主席 我們三位局處長 各位主管 還有我們各位同仁 各位聯絡人 大家午安大家好 好 教長 一波未貧一波又齊 真的說 這陣子 簽對 農業政策 之前 農業政策 帝蘇這個農事 不能蓋 還是說 你蓋的 這個過程裡面 要屬到 非常嚴格 這個事情 都要不處理 你們 後面 加成的 課稅 還跑出來 其實說 受傷最嚴重的 就是我們 雲山鄉 教長 你知道我們的 那個 艱苦在哪裡嗎 教長 我想說 要聽看你齁 對這個 我們 這次這個 土地 這個 農地 和房屋稅加成 這個保穩齁 他的基礎 他的基礎 何在齁 然後 我們 稅務局是怎麼去 計算 這個課稅的這個金額 然後 依法有據嗎 是不是 請局長您 回答一下 主席 各位議員 那 陳議員所指教的 其實 這個 農設 這個 違規的部分 我們 加價 那 為農用加價的部分 在房屋稅條例裡面 所講的 他的 房屋的平定限制 是不動產評價委員會評定的 那 我們也有經過這個 整個 整個規定 有按照 法條裡面的規定 至於說 一倍兩倍三倍的部分 那 因為我們的 加價 他的原則是 我們 本責付稅公平的立場 他是 你違規越大 表示你的 那個 財力越雄厚 才可能違規那麼大 那 在我們稅的立場 是有 所規稅公平 所謂規稅公平 他是有 量能課稅 你的財力越大的話 你的課稅 就要越高 那 這個部分 就我們用 違規的面積來算 就是說 你既然能夠 違規到 1000平方公尺 就300多平的 那是 扣掉 合法的部分 就整個不合法的 你在1000平方公尺以上 就已經面積蠻大的 到3000平方公尺 就三倍 那3000平方公尺 就1000平 就大約1000平的違規 全部違規 扣掉合法的 表示你的資歷應該是 財力應該很雄厚 所以這個 量能課稅的立場 那個精神是 是應該在法的 是可以站得住腳 因為我們的 那個 房屋的標準單價 它是可以加價 也可以減價 一般我們對 減漏房屋的 也有減價的規定 所以這個應該 在立法的部分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好 局長 局長您請坐 因為 說實在 你說依法有據 這也是都 我們 政府這邊 一意孤行 你們 你們設定新的 這個 規定出來之後 你們就實施了 你們也 真正說的 都不要跟我們參加一下 還是怎麼樣 啊 海灣這些民意代表 合在地方 在地方 啊 這個 院生載道 啊 細節的人在陳情 我是希望說 啊 我們是不是說 沾對 這個 加乘的部分 喔 可以做 些許的 這個修正 是 教長你看 這怎麼還有 有辦法再修正 好 主席 各位議員 那有關加乘的規定 因為房屋評定限職 在房屋稅條例裡面規定 是三年才重新評定 所以這樣定的話 要檢討的話 要107年的時候 才可以說 哪些不合法 或者其他意見 這個是可以檢討的 好 局長 這個請 那個主席列入會議紀錄 針對剛剛我問的一些這個問題 我希望稅務局這邊 能夠提供我一份 詳細的資料 包括 這個 在這一次 這個 課稅部分 總共 宜蘭縣總共有幾戶 然後 我剛剛說的 依法有據 請局長 您給我一份 書面資料 所謂的依法有據 是依什麼法 然後您的課稅方式是怎麼計算的 請 這個 我們稅務局這邊 給我一份詳細的資料 來做參考 請主席列入會議紀錄 好 列入會議紀錄 像局長 同一個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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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裡面有一間農舍 還有一間租財室 為什麼 我們 給他 請兩次的稅 局長你聽得有我講的意思嗎 同一個地號裡面一間農舍 還有一間資材室 結果我們 這個加乘課稅 它水兩次 這樣有合理 你可以解釋一下嗎 好 請說明 好 那有關 同一個地號裡面 他房屋稅跟 他那個那個主建物 還有一個資材室 他兩個是 兩個是分屬不同的那個門牌號碼 有些是不同門牌號碼 有些他是沒有申請門牌號碼 那這個部分 不管有沒有申請 我們的這個算一倍兩倍三倍的部分 他是指他的那個建築物的 他的用地 農業用地 所以他農業用地 這一個 不管是房屋的農業用地 他是一筆的農業用地 跟那個資材室也是同樣是那一筆的 所以他的那個計算室是 是兩個 其實你也可以看說他附屬設施 他應該是 是講是房屋的農設 加上那一個資材室 兩個加起來乘以三 比如說違規三千米方五是乘以三 是這樣 你個別給他看 說這個也三倍 這個也三倍 分開來 道理都一樣的 不過 教長我是覺得 你這個 我感覺這個 沒反應是說 他就一塊土地 一間農舍 一間資材室 就在這塊土地上頭 為什麼 你資材室 就是 要給他扯水 你就給他扯 農舍要給他扯水扯 其他那個土地 你給他扯 都要給他扯兩次 其他那個土地 是給他扯兩次的 不是扯一次而已 這樣不合理啊 對不對 像這個不合理的地方 我認為你們這就要修正了 怎麼 你不可以說 一個 同一個地方 你給他扯兩次 你又說這樣合理 又說 我本來順三倍 我就是因為做一次這樣順 所以他扯兩次 我是覺得我這樣 這樣比較不合理 保護人 這部份 我可能也比較不清楚 請局長是不是會 後 同樣請主席 會議會議 給我一份上誓 針對這個問題的說明 好 立如記錄 把詳細的資料 傳送給陳敬議員 其實 局長 你們的用意 我知道就是要 希望說 針對這個 炒作農舍的部份 能夠有一個賀足 的作用 實際上也有那個效果 不過說實際 我是認為說 一千 平翁米 以下 一倍這個要出銷 因為 這些都去傷害 就真正的農民 一個農民 去一間農舍 他可能 就是 旁邊還創一個 什麼 農機室 還是什麼 一宿的民宿 就有可能 就是去卡到 一千平翁米 如果正經要來這裡 住豪宅的人 就是有可能像 教授你說的三倍 那就是有可能 所以我是在這裡建議 一千平翁米 這個 你要檢查看看 是不是可以 來促銷 而且還要 適當的 來放寬 田圖 你有一間 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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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路差 你不可能 叫一間 家庭去 在開地 他家庭去 你當然前面 你也是需要 稍微斷一下 不要斷到很過分 應該這都 有辦法來協助 我請我們局長這邊 會等到農業房 這邊 坐下來好好 參考看看 簽對 這次 課稅加成的部分 來做一個檢討 這一定一套 真的符合人民 其他課稅的標準 也真的可以符合公平正義 不要有人民 抱怨的聲音 四起 我認為 這不是我們 幸福宜蘭 所希望看到的結果 教授這次拜託你 再來 請教我們 財政處長 我們這個 災害準備金的 這個 編列 是如何編列的 它的使用順序 還有 我們 這兩年的執行情形 到底是怎麼樣 請局長您 說明一下 主席 感謝陳議員的指證 那災害準備金 大概是我們稅出的1% 1% 我們今年差不多編2億多 那現在目前的整個 其實它實際上只要符合 因為我們一般都會先做復健 如果說會做復健 那搶災會比較 就優先順序上來看 那目前我們去年 在104年的話是1.9億的預算 大概執行率大概是96%到97%左右 剩下一點 那是因為當時最後核算的結果 那在前年大概應該也是差不多這樣子 大概因為這幾年的有一些風災比較多一點 所以大概都會執行完畢 好 局長 您請坐 我們這個災害預備金 照理說 局長 那是那個 我們鄉頂子公所賣的便利 我們管政務 還有中央的行政委也都會便利 定義是三對等 就是地方那邊 災害預備金用完再來用我們管政務 管政務用完再來用行政委的 我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去年 有兩個大的風災 一個在八月一個在九月 八月的那個 颱風結束之後 然後那個 災害預備金 鄉頂子公所已經都已經 那個消耗完畢了 第二個颱風來之後 鄉頂子公所報來跟我們管政務 我們縣政府跟他說 我們的災害預備金已經 那個用完了 請地方自仇 這到底是什麼情形 跟議員報告 其實我們都會用 以緩計及的方式 那會請公所 因為其實 可能沒有議員所講的 就是大概這麼嚴重的狀況 因為我們各個那個像公所 我們都請他統計 那現在目前用這種狀況之下 你們去支援上有沒有問題 那有的時候 我們也會有一些開口合約 去問他們 然後他們都會答覆我們 然後我們那一次也經過副縣長指示 去調查各鄉政公所有沒有問題 那基本上大部分都沒有問題 到最後都解決了 所以這部分 以後我們會列入就是說 以後在災害準備金的這樣子一個程序上面 再給公所多一些協助 讓他們更清楚整個災害準備金 應用的一個程序跟條件 好 局長請坐 局長您剛剛說的 這個1%的這個災害準備金 我們可以再往上那個增加嗎 可以 我是希望說 因為這個災害這個問題 有時候要搶修可能是時間的問題 我希望說我們縣府這邊 對於這個災害準備金的部分 是不是能夠提列足夠的這個準備金 來因應這個災害 因為災害什麼時候會來 我們實在是不曉得 所以希望我們能夠提早做好準備 就是對於準備金的部分 不要說 讓這個地方的鄉鎮市公所 要使用的時候就沒有這個錢 然後剛剛處長您也有提到這個開口契約的部分 我想請教一下就是說 開口契約的部分 我們是獨立發包 還是混在那個工程裡面一起發包 這是單獨發包的 單獨發包 就是單獨的 對 那單獨發包是我們財政處這邊 不是不是 各單位 各單位 那那個契約內容處長您清楚嗎 我不是很清楚 我只是要了解說 他那個合約內容裡面 有沒有現實完成 我查一下 再給那個議員報告 因為他可能有一次 譬如說他是什麼條件之下 萬一他量很大 他做不完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是不是 還要他現實完成 那這部分我想 每個合約的規範不同 我想說我到時候準備 再跟議員報告 好 處長再 那再會後再請處長再提供我資料 那處長再提供我資料 請問我 請問我 林錫民 林議員 來 主席 林議員 我們的處長 各位科長 那個 那個 市政處長 我感到 鼓勵你們家 家裡的基杉 家裡的 副處長 家裡外面非常辛苦 一頭這麼大 為了水金 這麼打招 我把它堅定 不過我請知道 這時候 民進黨 民國八十七年 到八十八年 當中 民進黨在這時候 管長在這時候 鼓勵人的路線 為中也好 或是理美化也好 再來班長 再來班長 再來掛 掛名字 還有掛那個 那些都不是座產的這大 那你都去做那個工作 你要想 八十八年就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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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覺你們進不進行 法規定給你們 你們不要去執法 不要去做 叫八十四來為法 跟八十四來做 立美化 怎麼做 家怎麼建 家裡的家這麼漂亮 你現在說 八十八年 八十九年 以前沒有孫 八十九年 以後有孫 來求孫 我覺得很難問 我要說 會議長 伊朗縣不動產 評價委員會 你也參加過 對嗎 他有辦法用 不動產的 評價委員會 來定我們的 農事 Wor국 收費的辦法 算成為 一千四千 一千三千 可以用這種 我們議長,管長在台下說到嘴巴全部,議長這麼可憐 一個不動產的委員會,議員會控制議員會怎麼稅收 議會呢?議會這創什麼?我相信沒有 事件事可以頂,議員什麼?議員不用選啊 管長在台下說什麼?沒有尊重民意啊 今天不對啊,你不對啊,你叫北市的委員會,你也要拖廚啦 好啦,農事長在台下跳有成功,議長在台下跳到委員會不是再去好 你說亂做嘛,對嗎? 現在一個說,用不動產的評價委員會來定義,社會辦法,這怎麼有公道? 主席啊,你想這樣有公道嗎? 議員在做什麼?主席,你會說兩句啊?有公道嗎?沒有公道? 我不是要他這順啦,你的感覺,你的評價委員會你也做過了 我沒有責任 你以前啦,以前沒有公道嗎?沒有公道 議員在做什麼?沒有公道 我相信沒有耶 所以議員要團結合作,對他們的議員拍拖好好的整理 對,我是感覺齁,你剛才剛才說啦,兩千兩百六十幾件啦 所以要收,要收四千幾萬啦 一家只有兩萬啦,平均數啦 你這樣說到,我聽出來十幾萬,三十幾萬,有的百幾萬 我一直跟你說,公平正義,真的都會想,委規很大,要求來求 我一直跟你說,略議法做得漂亮,要求得多 做得不好,要求得多,要求得多 啊,省省要求得多,要求得多 真正在做產的,你看就知道啊 他們家有做產,沒有做產,你還是一樣啊 對,他就塞梯瓦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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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做什麼去求啊 我一直跟你說,像我們省省對面的,你也去求啊 亂七八糟,你也去求三萬五啊 對嗎?我先跟你說齁,我們的政府好像沒有政府啊 對嗎?市長啊 這樣啦,觀眾,終極巡進行啦 你用這個稅法怎麼去求 用這個稅的不動產的委員,用這個來求 根據哪一條法律啦 對嗎?大臣大臣寫,誰要請你這樣做 對嗎?誰要請你這樣做 你已經... 關鍵總結局進行法 這樣可以嗎? 你說一下可以嗎? 根據哪一條的啊? 好,這是第一點 第一點 兩隻啊,兩隻啊 兩隻啊,兩隻幾隻,最大的多少錢 你說夠主要什麼都不用 三十幾萬幾隻啊 二十幾萬幾隻啊 一千 十幾萬幾隻啊 兩隻啊,所有人都做出來 這些表情都做出來 對嗎? 這樣跟合情合理啦 對嗎? 我這個不是說 直接跟你說,你這樣做得不好 我也覺得公平正義啦 真的做殘忍,要跟他搭三天啦 對嗎? 我相信,你這樣副主廠也做殘忍啊 他家裡看就有啊 這真的做殘都沒有做殘 稍然有這做殘忍,要不要再叫他 對嗎? 開閉財源 我請說開閉財源 真的,你都怕財團啦 我叫你說,主席那家 那家你去找 放個水,你為什麼不敢? 你要怕財團而已啊 對嗎? 你要想啊 主席放這裡放十多年了啦 怕這裡都有旁 房子稅一年 兩千六百五十萬啦 兩千六百五十萬啦 十十年,你看幾億啊 對嗎? 你要不要叫 真的財團,你不敢啦 對嗎? 深居住一直跟你講啊 開閉財源啊 叫你叫康家座啊 財政處長 為什麼你們來 好,謝謝林希敏議員 繼續 黃宿秦議員 黃宿秦議員 不夠了 陳振南議員 陳振南議員,稍等一下 小樣 company 紅利長 好,謝謝 謝謝 k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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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p... Москвsek Blessed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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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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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今 大家 感性 有没有在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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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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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